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人都喜欢养狗 并且有的人喜欢养大狗 有的人比较喜欢养比较凶猛一点的狗狗 不过近几年世界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狗咬人的情况 世界犬鞋近日发布了世界五大禁养犬类 以此来警告世界上的所有主人们 以下几种犬类在大部分的地区都属于禁养犬只 第一名就是日本屠左犬 我们总在说一句老话 会咬人的狗不叫 这句话用在日本屠左犬的身上是最为符合的 日本屠左犬的特点就是不爱叫 并且非常的敏捷 冷静凶猛 屠左犬的血统多来自于斗牛犬 熬犬 德国向导猎犬 大丹犬 这种狗狗具有非常强的侵略性 已经被列入了禁养犬之中 第二名就是中亚牧羊犬 应该有很多人不太熟悉这种狗狗 不过是如果参与斗狗的人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它 中亚牧羊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犬种之一 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因为它凶猛还有不服就干的性格 让它成为很多不良商贩 斗狗的首选之一 由于被商贩逼迫进行斗狗的行为 所以对人类有一定的仇视 所以也是被列入了禁养犬 当中就算是这样子的话 同样也愿世界上没有人类喜好而设的斗狗活动 没有一只狗狗是自愿一生与同类战斗的 第三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战狗 中国人最为熟悉也引以为傲的一个犬类 并且战狗有着东方神犬的称号 由于发源地在西藏 所以战狗也因此而得名 战狗的体型是偏大型的 并且具有很高的战斗力 虽然凶狠 但是对待自己的主人却极其的忠诚 有着一生只认一个主人的这种说法 就是因为战狗这样子的特性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养一只战狗 不过我劝大家三思而后行 因为战狗的领地意识太强了 其他人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所以会被列为净养犬 第四名就是罗特威尔屠夫犬 顾名思义 这是一种屠夫繁育出的品种 对主人是非常的忠心 并且也非常的粘人 智商很高 在这种狗狗发动攻击的时候 动作十分的迅速且十分的凶狠 是非常优秀的警犬 因为体型庞大 所以非常难驯服 在幼年的时候 严格的训练 不然到了成年 就算是主人也无法完全的控制 第五名就是比特犬凶猛好斗杀伤力强 咬合力惊人服从性差是这种狗狗的特性 导致它成为了全部国家都禁止释养的狗狗 在世界各地各种狗咬死人的案例当中 有一半都是这种狗狗造成的 所以无论是什么东西 只要惹到了它 都会被无情的咬杀 以上就是要给大家介绍的几种比较凶猛 并且禁止释养的狗狗 要养狗的人 请注意当地的规定 完全是网络的疟狗 一定是副狗的 Stop it 我们下边的创作